上个月我们讲的是 燕青寨主的十大的一个原因 讲了第六个 所以还剩下四个 所以我从第七 刚开始第一我再重复一次 第一 深怒 结焉 缘语 三人 这个是我们造成我们制造的一个燕青寨主 第二 有意 无意 得罪 鬼神 第三 结焉 套债 成一家人 第四 欲谋 杀害 吉焉 由其身 第五 气衰 病重 音乐 干扰 第六 签命 还命 欠钱 还钱 这个好像是天经第一的事情 签命就还命 欠钱就还钱 第七 我现在从第七开始讲 因为上个月讲的第六 嫌弃 讨厌 伤害 生命 这个是我们很多很多人 就会造下的一些 不要小看一些生命 小小的生命 乃至柔育 就是我们如果要下一天的时候 我们就很多蚊虫会跑到家里来 因为外面潮湿 或者说外面淹水的 那些柔育蚂蚂蚁就会朝向生 我们的家里跑 所以我们的方法呢 就用很简单的方法 就用这个扫把 那个垃圾桶 把它扫一扫 就放到干燥的地方 你说过 这个嫌弃 讨厌 伤害生命 如果家里 当然有的人很怕老鼠啊 一些昆虫类啊 一些这些 这个 蚱蚂啊 壁腐之类的 因为如果说乡下的地方 就会 因为这些 都会生产 土里啊 就会滋长 这些小小的生命 所以 他们一定会往 找他们的食物 食物 所以他们就会往 食物的地方去找寻 当然 我们不要嫌弃他们 他们也是为了活命 当然 如果说 要减少 减少这些的 这些的昆虫类 在家里的话 你就要 就是把家里 打扫干净 比如说 一些 发酵的 或 已经过期了的水果 当然那些 会吸引一些 蚂蚁之类的 蚂蚁之类的 老鼠之类的 为什么 这是他们的食物 所以我们就要 处理干净 就减少了我们 杀害他们的一个生命 第八点 贪害肉食 并从口入 我们早期 早期的人啊 就是 不太知道的人 就想说 吃野味 你说野味啊 可以补身体吗 不尽然 也为他在外面 的活动啊 尤其吃了一些 不该吃的东西 在他的体内 我们为了补身体 把它吃到 我们的身体里面 你说 能够 这些 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怎么样 把它化掉 化解掉 不容易 所以说 你要把你的 身体里面的蚕 或者说 喂 重新洗一遍吗 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减少 这些病菌的 进入我们的身体 我们就要减少 这一方面的 第九 自私自利 恶多尚少 当然 我们出生 在这个世界上 当然 从小 以前 不太 就是说 受了一些教育 当然 我们慢慢 长大了以后 我们就会 有一些 分辨的能力 当然 如果说 家庭的教育 学校的教育 和社会的教育 有时 让我们变得 非常的 自私 或自利 我们 如果学佛了以后 我们就要改变 改变自己 自私呢 我们 得不到 好处 也不到 得到好的人缘 只有 结缘 不失 或者是说 跟大家 这个做 做一些 利他的事情 才会 结到 更好的善缘 你说 我们 很多人 很多人 都说 很喜欢 做做义工 或者说 来 做一些 做不失 你说 做不失的 当下 我们的六度 不失 慈悸 忍辱 静静 禅定 智慧 这个是 都在里面的 你说 不失的当下 我们的心态 减少了 我们的贪婪 你说 我们不失 我们的时间 去做义工的话 这个是增加 我们自己的 福德因缘 你说 我不失 这个小孩子 这个笔 铅笔写得很短 我不失我的一张 这个 不失我的权 去买一支笔 送给他 让他有 可以在这个 自体上 更能发挥 你说我们不失他 当下 自利利他 就是说 双方面的 恶 恶多上少 你说 自私利 自利变成 我们的心念 自私利利的人 心念 贪婪 就会增加 我们的 喜舍心 就会减少 所以我们要 养成 养成 怎么样 结缘的 性格 师父讲的 我们师父 这个 给人家信心 给人家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家方便 当然 这个 是给 是对我们 终生 都受益的 你只要 这个 每天记得 这个四给 你在每一个 当下 每一天的 时段 你就会 想到 这个四给的话 你就会 增长 你个人的 一个福德因缘 第十个 修行 得利 障碍 考验 什么叫做 修行 得利 障碍 考验 我们 有一位 有位 信徒 他非常 喜欢 来参加 一些 修持 修持 的 法门 有一年 他报了 来参加 短期出家 五天的时间 而已 我们的马来西亚 只有五天的时间 第一年 他报名了 因为我们都是 六十岁以下的 他才四十几岁 第一年 报名了 要来的当天 怎么样 脚扭到了 所以 因为我们的 这里的环境 非常的大 要走来 走去 还要出播 还要上课 还要做 所以他的脚 不方便 所以他就取消了 第一年取消了 第二年 再继续报名 又是要来参加 短期出家 可是 他家里的小孩 生病了 家里的小孩 生病 所以 他又取消了 这个是第二次 好了 今年第三年 应该可以来了吧 哪里知道 又不小心 他的车子 来的路上 出了车祸 还好人没有事 所以呢 又耽误了 又取消了 所以不要想 小看我们自己 来到事业里面 来到共修 是我们具足福德应援 才能够在这里 参加我们大家 参与的一些共修 我们在自己 利益自己 然后我们又去 功德堂 回向 你说 也利益完人 所以我们都福 会双修 你说 这个 这是要自己 要 如果坚定力 自己的意志力 或自己的福德应援 不具足的话 不太可能 坐在这里 好好的 受持佛法 好好的听经 好好的 这个 在我们的观念上 有所进步 在我们的修持上 有所改变 你说我们的人生 当然要多听佛法 要我们的经文里面 都是在教导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样起心 怎么样动念 不是那种动念 起心 起什么样的心 动什么样的念头 你说 我们的起心动念 有时是非常非常的不 不是善 就是恶 这两样 当然还有一些 无忌的东西 无忌的就是 没有善或恶 你说 一念的善心 就在天堂 一念的恶 就在地狱里面 所以你不要小看 我们的心 一善 一下 一善 一下 你一个心 你说我们坐在这里 心里想了什么 等一下我要去吃 好吃的东西 心都飞出去了 是吗 等一下我要去跟 朋友去买东西 你说我的心已经飞出去了 没有在这个当下 我们的 我们的当下是什么 看到你们的当下吗 知道你们的当下是什么吗 知道吗 你们的当下是什么 呼吸之间 呼吸 没有了呼吸 呼吸是我们生命的本源 我们的生命 因为有呼吸 才能够存活下来 当下没有了呼吸 我们就是一具的尸体 所以我们要 好好的把握我们这一念 有一天有一位 这个失了业的一个青年 就来了寺院 来寻求这个心灵的答案 来寻求他生命的一个意义 他就想说 我从小很穷苦 长大了 生活环境不是很好 所以被迫 错学 很小就要去打工 就要去赚钱 就要帮助家里 到了年纪比较大了 结分了 结分 可是 天天吵架 也是为了钱财的问题 没有房子 没有车子 没有金子 种种的一个原因 他说 我的人生怎么这么苦 为什么这么苦 我就告诉他 你希望你的人生是怎么过的 大房子 有大车子 有孩子 好了 这个有太太 有金子 有孩子 我说 那个五子登科 五子 金子 房子 妻子 那个车子 还有我们的金钱 这个都是五家共有 这个都不是 目前的现况来讲 是借你 占用 可是最重要的是 你的呼吸 你说 你一口气不来 这些能够把握住吗 然后他想了想 我还是要把握一下 这个自己本身 怎么样 你说 没有呼吸的 什么都不是你的 有呼吸的当下 可以暂时借你用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 你说 我们要得到这些的东西 当然你要付出代价 付出你的时间 付出你的劳力 付出你的脑力 还要付出很多很多 你说 有人付出了那么多 到头来 后来的生命 一生的病痛 可是 没有享受几年 只有往生了 说这些东西呢 是谁享有 活着的人 享有 所以我们 现在活着的人 就要 就要 要知道 怎么样 享有 我们 的东西 拥有 只是暂时的 享有 最可贵 最后 祝福大家 未来 都能够在自己的 道业上 努力精进 这个 我们的生活意 是我们自己 去花费的 是我们自己 去耕耘的 所以 祝福大家 未来 更加的美好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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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